你們什麼時候承諾口罩? 不是為了那個大婚姊嗎? 什麼? 總笑你保重好, 臉色那麼差 今天早上叫你不要回來 你怎麼會呈有汗? 喝了感冒藥, 飆了汗 有病又不看醫生, 又不拿病假 一定有些東西 今天早上韓國的晚上 去宿舍拍照 所以病也要回來, 猜到你了 好, 不管你什麼原因也好 為了全體員工著想 勇少, 我現在勒令你去看醫生 即時執行 我只想看看那個野蠻女兒 真人是怎麼樣的, 我是粉絲 最多我幫你問她簽名, 馬上走 走… 不舒服, 打電話回來請假 電話沒電 多謝我把報告給你 反正我出了一部新的 銀包剩下二十元, 要走兩條街按摩機 腳軟, 先下午 不准拖延, 走 口乾喝一口水 給你買點辣米水, 走 坐車, 拉住它 來, 走… 麻煩, 麻煩你耗了一點 走吧 我過了上班時間, 還有這麼多人 是呀 我知道了, 我正在上一間你開會 文先生, 早安 還有啊 你有沒有搞錯呢?又壞烈子 不是呀 趕時間才過來壞 不是呀 他們有沒有搞錯 阿娜,聽說大型先生和Vinson 今天早上有個很重要的會 看白文先生還是趕時間去開會 才走樓梯而已 怎麼搞的 趁我病,要我命 阿娜,阿娜,阿娜,你怎麼樣? 阿娜,阿娜,你怎麼樣? 沒什麼事,有點暈 我叫人來幫你 我趕了,休息一會兒就行了 你有藥藥嗎? 藥藥?有 你先擦藥藥 看得好一點,沒有? 不是,文先生,你的手也很冷 我替你去看醫生 不用了,要你扶我一下嗎? 小心,慢慢… 文先生… 謝謝你 文先生 鄧德聶來的敏粉 勇少爺,我買了早餐給你 怎麼是? 勇少爺,我昨天特地報到工作室 拿了野蠻女仙的簽名 勇少爺…你請病的那張字 我已經幫你填好了 只要你簽個名,還給醫生字 我立即幫你搞定 謝謝你 慢著,三姐無事獻恩勤 有驚訝 好痛 因為你勇夠大老妻這件事 整座演示集團都知道了 沒想到病得七彩都這麼好 你會救人的 別說這麼多 說說你怎麼救人好過吧 是呀… 你這麼有形容,不用說,你聽他吧 有形容的,你聽他吧 沒有小事,不過昨天去看醫生 說是這個,不叫著走樓梯 走下去的時候 看見文先生暈在樓梯那裡 就是這樣 還有的,長小一點… 等一下,你也會幫他查藥油 你有沒有給他喝水 有,當然有 不只這樣,我背著他去大堂 親手跟他接的士 不過我…我很細心 在的士那裡我怕他冷 被人生氣他披著,給他喝水 還用手機跟他打給Vincent 說他不開會了 你以上所說的,將會成為情堂證供 即是怎樣? 你剛剛親口證實了 救文先生的過程裡面 用過Kawaii的手機 那手機真的是他借給我的 有什麼問題呢? 所以我也應記一功 還有我的藥油 如果沒有他的話 文先生能查到醫院 也不及我的生命資源那麼重要 你想想,當時你在文先生這麼虛 不是因為喝了我幾口水 怎麼可以拚命呢? 是呀 還要搭的士去急診室 沒有我的錢你怎麼能去呢? 是呀… 女婚女人 勇少爺已經給你了,勇少爺 也不聰明 你還要坐一會,他如果搶著型頭 人情冷暖世太嚴涼,就是這樣 我先去看著 勇少爺,文先生想請你吃飯的時候 去一去醫院,他想見你 文先生,他沒事吧? 他沒什麼大礙 醫生說他操勞過度 因為他沒吃早餐 而且走了幾層樓梯 所以就暈倒了 稍後他就會出院了 你還沒出院就要見救命恩人 勇少爺今天行運 林先生,小小意思祝你早日康復 怎麼這麼破廢?多謝我 坐… 他是我的世侄,是自己人 你好 昨天的事真的只有你多 小意思,堅以擁為是我們每個年輕人 應該是應該有的美德 說得好 這份禮物是我送給你的小小心意 怎麼不客氣? 精忠標,真的很配合我的形象 我對公司真的挺精忠的 謝謝,文先生 昨天我跟你說過幾句之後 就暈倒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可否告訴我,你怎麼送我去醫院 是這樣的 昨天我下樓梯的時候 看你已經暈倒了 我扶起你,替你擦一下藥油 你醒來就說要上樓上開會 就打算扶你上去 怎麼一扶起你 你腳一軟又暈倒了 我心急起來就不想太多了 就背起你 一口氣跑六層樓梯到大堂那裡 跟你接車送你去醫院就這樣 是嗎?到樓下的保安看到 都沒有人幫你嗎? 看到就幫你截的士 全程我一個人揹著你 他們沒有想著幫忙扶下 那就是說保安和文先生 沒有任何身體接觸? 沒有,我沒有一個月 簡直當文先生好像有傳染病 那樣離航離辣 那想下的士,司機也沒有幫你嗎? 的士司機就算幫你拿行李 也念在多收你的五元 文先生,你怎麼看都不像一件行李 是嗎?那你怎麼會騷擾我呢? 我去到醫院的時候 令千金也到了 那我就把你交給他 我當然也沒有走 我不知道你的情況,我怎麼會走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 古道熱場,天生 武先生 文先生暈倒你背下大堂 看到保安為止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人? 沒有,整條樓梯的鬼影都沒有 在救人過程中 你好像跟文先生插我約友,是不是? 那倒不僅 在的士機上我給他喝水 把衣服披著 那就是藥油和水都是你的 難道是你的嗎? 在文先生沒查藥油之前還清醒 查完藥油之後就暈倒不省人事 你知道你自己在說什麼嗎? 現在是我救了文先生 你別當我賊似的 不好意思,文先生 你這些事就做哪一行 跟人說話好像審犯一樣 我老實告訴你,他不是我世侄 他是我們延事集團申請的保安主任 入職之前是高級督察 昨天我清醒之後 發現我手上戴的江蘇丹鳳手錶 不亦而非 你不是懷疑我吧? 我當然相信你是一邊好心 替我保管這張錶 不過還是時候物歸原主 我沒見過什麼錶 事發後我們翻查錄影帶 見你揹文先生去大堂的時候 文先生手帳已經不見了錶 這錶說貴不貴 但還是你一年薪金 因為一時的貪念 做出不應該做的事,我也很諒解 年輕人 連在你曾經救過我 又是公司的員工 我會給你機會 只要你交出來 我文子長說過 當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現在我給你最後機會 如果在明天12點之前 你不交出來 我們就報警 下了保就沒得押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黃志文Mandy 我是六號六號明 立即訂閱 歡樂APM YouTube頻道 這個頻道 就可以收看精選的TVB劇集 還有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近新出了一條 專為你們而設的Youtube頻道 TVBJ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 帶給你們 記得Subscribe